嗚 超好吃 超好吃 讚讚讚讚讚 嗨 今天呢 是我的頻道第一支吃播影片 為什麼會想要錄這個吃播影片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在防疫期間 我成為了一個外送美食小天使 所以今天呢 我想要好好的來推薦 三家在防疫期間我想要推薦給大家的美食餐廳 這三家餐廳都可以使用 防疫美食情報站這個網站找到 除了這三家我喜歡的餐廳以外 還有全台灣的美食餐廳 都已經陸陸續續被網羅在這個網站裡面 現在不吃 近在何時 是吧 第一家餐廳就要介紹米其林一星餐廳 山 海 老 超大的 我訂的這個是 山海珍寶盒 我要來開箱給大家看囉 第一層 山 是九宮格料理耶 第二層 海 啊 最後一層 必點招牌 插 咪 混 這就是山海珍寶盒的 山 海 珍 開動囉 山海樓家餐廳防疫優惠期間 非常的划算 首先我要吃的是這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掛霜花生 它就是外面有一層糖霜的花生 我想要特別推薦我很喜歡吃的 三杯搖擺 它是用豬尾巴然後炸的脆脆的 用三杯的方式去料理 超棒超幸福的 接下來呢吃海味第二盤 這真的太豐盛了 我一個人吃實在有點奢華 我想要特別介紹一定要吃的 桂花綠豆糯米腸 有桂花香耶 裡面有花生 是台南14號花生 接下來 山海樓經典暢銷的 插咪棍 它呢是純米米粉去炒的 他們外送到家還是一樣 非常的美味喔 就是不會黏煮 太好吃 我本人 又是插咪棍的粉絲 OK剛剛該吃的都吃的差不多了 希望你們喜歡我介紹的第一間 米其林一心餐廳 山海樓的山海珍寶盒 父親節可以考慮訂購這個 四到六人份的珍寶盒 在家裡和父親吃一頓 幸福美好的 父親節大餐喔 馬上來介紹第二家美食推薦餐廳 點點心 第一個想要介紹的是這個 愛人小雞飯 這個是我在點點心裡面必點的餐點 它有非常酥脆的雞腿排肉 一定要配它們特製的油蔥 一口雞 配一點點的油蔥 一大口白菜 很消滾 正式進入港式的點心 港式餐點裡面必吃 蟹子燒賣黃 點點心的燒賣黃是非常道地的港式味道 這個呢 是跟我長得很像的 點點心必點 萌萌的 豬仔流沙包 你們看喔 它裡面是用上選的奶油 還有鹹蛋黃製作的內餡 所以吃起來是 鹹甜鹹甜喔 吃完點點心了 非常的滿足 還喜歡我介紹的第二家 防疫美食外送餐廳嗎 現在外帶八五折 記得一定要點這個 萌萌的 豬仔流沙包 第三家想要推薦給大家的美食餐廳 台灣頂級鐵板燒料理品牌 奔鐵板燒喔 他們的師傅都是從1991年在 奔鐵板燒裡面服務到現在 防疫期間呢 奔鐵板燒也推出了 頂級高規格的商務預扇便當 所以今天想要特別開便當 吃給大家看 老饕樂眼眉後切牛舌 法國藍龍蝦便當 開動喔 我要從我最喜歡的牛舌開始吃 這個牛舌 超好吃 我今天點的這個米飯 它有二選一的選擇 我選的是 粒粒分明的炒飯 真的是人間美味 接下來就進入重頭戲 老饕樂眼眉 一定會是肉肉控朋友的最愛 一次有兩個主餐 老饕樂眼眉 還有後切牛舌 這個便當裡面的副餐 也是他們非常經典的一道料理 爆炒牛筋 超好吃 今天特別吃爆炒牛筋 給大家看 吃完了推薦給肉肉控的 雙主餐和牛便當 接下來吃法國龍蝦便當 去下去囉 超好吃 副餐這邊呢 除了有爆炒牛筋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是 爆炒中捲 我今天點的是這個 松露高麗菜 起鍋的時候 他們會淋上這個 黑松露 很脆很好吃 還會附上這個 蜂蜜芥末醬 好吃的喔 票 5 副餐的湯品選擇有這個 洋蔥湯 好喝 老母雞燉湯 讚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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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特別推薦一個 剝皮辣椒 沙朗 菠蘿包 它有特製的這個 剝皮辣椒 沙朗牛排 松露滑蛋 叫菠蘿包 然後它送到家的時候 會已經幫你切好了 首先把這個小菠蘿打開 把沙朗牛薄片放上去 加點 剝皮辣椒 松露滑蛋 菠蘿包 蓋上 變成一個小漢堡 大口的咬下它 到底是誰想出 這麼美味的料理呢 又到了鹵片尾的時間了 身為一個YouTuber 就是要很會講這個片頭片尾 我已經練習好了 講一遍給你們聽 OK 吃完這三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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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錄片尾的時間了 每次片頭片尾我都錄很久 吃完這三家防疫美食外送餐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一次的直播影片 喜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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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防疫美食情報站 在疫情期間 很多的美食餐廳 都推出他們的優惠 裡面還有一個GPS的搜尋定位系統 可以找到我們住家 或者是上班 方圓幾公里內的美食餐廳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在8月8號 要怎麼在家慶祝父親節 就可以多多利用這個網站 也幫助這些餐廳在疫情期間 可以維持他們的營運 在家吃的安心 吃的健康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 按讚 訂閱 留言 告訴我 下次的直播影片 想要看我吃什麼呢 謝謝你們的收看 下次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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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